女大学生为了货车司机抛下学业生下私生子 可谁知男人却想利用她的子宫来赚钱 当代大学生必须要看的电影 燕妮一岁时便被送到了姥姥家和小姨生活在一起 这注定她的童年要缺少点什么东西 她的童年和大多数人都不一样 孤单、空荡是她最真实的写照 再次见到母亲是在高考前夕 母亲身后还跟着一位男人 她就是燕妮从未见过面的父亲 她拘谨地站在那里 一只手在口袋里摸了又摸 似乎想送给女儿一份见面礼 可惜口袋里什么也没有 或许是她忘记了准备 又或许她压根没有想到 难得一次的团聚是因为燕妮马上就要高考了 按照姥姥和小姨的想法 鸡窝里终究飞不出来金凤凰 考大学不如早点进社会打工挣钱 在这种时刻 父亲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她支持燕妮去考大学 临走前 父亲递给燕妮两个茶叶蛋 她捏了又捏 这是一个男人的愧疚与深沉 燕妮没有让父亲失望 她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大学 燕妮从未这样开心过 她认为考上大学就可以摆脱童年的阴影 也不会再是家里多余的人 去学校报到的这一天 燕妮提着沉重的行李 没有一个人出来送她 可能她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切 燕妮难得地给自己叫了一辆出租车 她笑得很灿烂 与多数人一样都觉得读完大学 自己的生活可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可这种美丽的生活只维持了短暂的一天 正当她出神时 一辆货车迎面撞来 两位司机吵得不可开销 燕妮没有理会他们 难得的好心情也不想被打破 她自顾自地朝着学校走 可没想到货车司机沐浴 是来学校餐厅送货的 就当是赔罪 她带着燕妮参观了学校 更是对她照顾优家 尤其沐浴长着一张帅气的脸 单纯的小姑娘便自动地将她归为了好人 殊不知一朵浓厚的乌云已经悄悄地笼罩在燕妮的头顶上 久而久之沐浴便成为了燕妮大学生活的主旋律 但他们并不了解对方 燕妮只知道她比自己大了七岁 有没有结婚 有没有孩子 她一概不知 其实 燕妮也不想知道 她不想打破此刻的美好 沐浴非常宠爱燕妮 会给她买各种各样生活用品以及小零食 更是在生日那天 主动送来了一辆自行车 这种宠爱是燕妮从未体验过的 便轻易地认为这便是爱情 当天晚上 他们在汽车电影院里确定了恋爱关系 燕妮不在乎沐浴的年纪 职业甚至婚姻状况 她固执地将自己陷入了感情漩涡 丝毫没有意识到 身边这位男人是个情场高手 那晚之后 沐浴消失了一段时间 燕妮从食堂那里打听到她的住址 一股脑地找了过去 她推开门 仿佛揭开了沐浴丑陋的一面 她不仅结了婚 还有了嗷嗷待不的孩子 妻子见到了她 将婚姻的不幸 全都归到涉事卫生的女孩身上 她拿着刀 将粉色的自行车砍成两半 燕妮看到了沐浴真实的一面 但她也知道 一个有头脑有理智的姑娘应该断绝这段关系 可她做不到 一个从未感受过被爱的姑娘 第一次体会到被人宠溺的快乐 她甘心沉溺 甘愿堕落 燕妮的第一段感情注定不平凡 沐浴不是一位负责任的大丈夫 她说妻子是坐台的女人 整日都要靠男人生活 她不小心有了孩子之后 便缠上了自己非要和自己结婚 沐浴将这段婚姻 于自己撇得很干净 什么都是妻子的错 还称自己的人生 已经被这段婚姻毁掉了 谁都知道 这是她编造的故事 可被爱情冲昏头脑的燕妮 甘愿欺骗自己 去相信一个渣男的谎言 沐浴离开妻子 在地下室租了一间房子 她要与燕妮在这里重新开始 燕妮似乎觉得自己有家了 她不再是多余的人 而是家中的女主人 尽管房子破烂 潮湿 阴暗 但她的心却得到了满足 从这夜之后 燕妮再也没有回过宿舍 她将所有的东西 陆陆续续都搬到了地下室 沐浴每天晚上都会接她放学 二人来到地下室 就像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长长弯曲的走廊 就像是街道一样 有各种各样的商铺 燕妮就像是一位 刚新婚不久的女人 眼里全是沐浴 也许燕妮是真的爱她 因为一对会发光的眼睛 说不了谎 燕妮浑浑噩噩度过了第一个学期 这是她第一次考试 也是最后一次 与考试成绩一同来的 还有一个孩子 燕妮怀孕了 她不想为了孩子放弃学业 而沐浴却是另外一番打算 她称这个孩子是二人感情的见证 应该生下来 她会努力工作 给母子二人最好的生活 这段感情陷入了停滞期 沐浴并不打算就此放弃 她拿出看家本领 以退为进 继续攻陷沐浴内心的柔软 手中的酒成了她最好的伪装 一个男人最脆弱的时候 往往会得到女人的宽恕 漂亮的话 她说了一句又一句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只要燕妮不离开她 孩子以后还会有的 燕妮心软了 这番话让她感到羞愧 认为她自己太自私 虔诚与孩子就像一个秤妥 不断地倾斜 两边她都想留下 可最终 她宁愿什么都不要 也要义无反顾地生下孩子 人生的每一个决定 都会迎来一个结果 未来的燕妮也许会后悔这个决定 肚子一天天大起来 两人已经瞒不下去了 老师劝她不要义其用事 要为自己的未来考虑 燕妮已经被洗脑 她认为沐浴的孩子大过一切 所以她不加思索地离开了学校 为了不被别人议论 燕妮直接在熟悉她的人群中消失了 每天都在地下室 过着坐井观天的日子 死心塌地地 等着肚子里的孩子出生 从此 燕妮的世界里 只剩下沐浴一人 沐浴白天出去工作 她只能吃些剩菜剩饭 她不敢独自出去 只能待在蚊帐里 唯一能够发出声音的 只有一台模糊不清的小电视 这也是她与外界联系的唯一方式 仿佛小时候的孤独与枯燥 又重新回来了 能够支撑她支持下去的 便是对沐浴的爱 所以有一段时期 地下室的墙上 写满了燕妮对沐浴说的话 情况越来越糟糕 燕妮怀孕七个月的时候 沐浴失业了 窘迫的日子 将她压得喘不过气 燕妮只好挺着大肚子 找些兼职来干 一个卖盗版光碟的东北女人 见她可怜 便雇佣她帮自己包装光碟 然而这笔钱对于房租与生活而言 只不过是杯水车薪 但沐浴不知道从哪借过来一千块 解了燃眉之计 并用这笔钱经营了一个小摊位 专卖炒田螺 可好景不长 小姨发现了摊位 她不敢相信燕妮 堕落成了这个样子 她一把掀翻炒锅 燕妮不想与她相认 因为这个家里的人 都巴不得她早点死 没有人会在乎她的生活 是好是坏 因为小姨的通风报信 母亲很快找了过来 刚进门 母亲便忍不住哭了起来 没想到 女儿步入了她的后尘 当年 母亲是下乡的知青 同样因为意外怀孕 留在了农村 所以姥姥和小姨都认为 是燕妮耽误了她 便从小对这个孩子 没有什么感情 母亲没有责怪燕妮 而是与沐浴 用金钱达成了交易 只要沐浴在燕妮产后 一个月内将孩子送出去 那么她会得到一笔钱 毫无疑问 沐浴答应了 燕妮知道后 情绪一度失控 为了孩子 她放弃了一切 可现在孩子还未出事 沐浴便要将她卖给别人 因为情绪过于激动 燕妮提前将孩子生落出来 她知道孩子早晚会离开自己 便时时刻刻将孩子抱在怀中 沐浴虽然没有说过 将孩子送走 但她一直在寻找愿意领养的人家 这天 一对夫妻登门拜访 他们来就是为了将孩子带走 燕妮似乎一直都很平静 但将孩子抱走的那一刻 她彻底崩溃了 似乎明白了 什么叫做撕心裂肺 什么是天崩地塌 孩子最终还是离开了她 燕妮也像是变了一个人 她在服装店找了一份导钩的工作 本以为日子会平平淡淡细水长流 可沐浴的态度像是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当初的甜蜜也消失得一干二净 更是不提结婚的事情 沐浴之所以这个样子 是因为燕妮没有利用价值了 她又重新找了一个傻姑娘 这天 一个名为风风的女人 声称是沐浴新的女朋友 劝燕妮识去点 不要赖着不走 燕妮还抱着一丝的希望 在她的记忆里沐浴绝不是朝三暮四的人 可在这个时候 沐浴却要去外地出差 直觉告诉她事情并不简单 她回到家里四处翻找 其实她也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 但脑子里一直有个声音 在不断地引导她 燕妮翻出一个小铁盒 在看到里面的单子时 她浑身颤抖 双脚冰凉 差点晕了过去 这张单子全是领养孩子所付的营养费的收据 她瞬间明白过来了 她的孩子还有之前无意间抱过的孩子 都被沐浴用这种方式卖掉 或者说她接近女人就是为了怀孕卖孩子 当天晚上 沐浴醉醺醺醺醺的回来了 燕妮看到她 像是看到了魔鬼 见燕妮已经知道了一切 沐浴也不打算继续隐瞒 她真实的样子终于暴露了出来 一个不折不扣的二溜子 女人与孩子都只不过是她用来赚钱的工具 哪怕是自己的孩子 她也可以残忍卖掉 甚至以玩弄比自己厉害的女性为骄傲 这时 燕妮因为生育落下的毛病又犯了 肚子像是被人层层拨开 她痛苦地蜷缩在地上 沐浴的眼神充满了冷漠与嘲讽 她不断玩了女人 花的还是燕妮的钱 甚至母亲为了让她将孩子送走 又给了她一大笔钱 就算没有母亲的要求 她也会想尽办法将孩子卖出去 燕妮蜷缩在地上 被气得浑身发颤 她想去告渣男 可这一切都是她自愿的 甚至母亲还掏了钱 沐浴一副猖狂为我独尊的样子 她无知地亵渎法律 甚至称这是合法领养 二人关系彻底破裂 沐浴干脆将一切讲了出来 芳芳正是她下一个目标 她比燕妮年轻 没生过孩子 更重要的是 她比燕妮更加的无知单纯 随便说点好话 就死心塌地地上钩了 当天晚上 燕妮在服装店里蜷缩了一夜 当初她之所以会一次次的心软 是因为害怕沐浴离开 又剩她独自一人 然而现在她依旧是一个人 不过她却不害怕这种感觉了 芳芳以胜利者的姿态 将燕妮的东西全都扔了过来 从今以后 她便是地下室的女主人 燕妮看着她 想要说出沐浴的真面目 却不知道该如何说起 燕妮明白 沐浴将她雕塑成了 穷追不舍的烂女人 既然她都这么说了 燕妮何不烂到底呢 她精挑细选买了一把菜刀 将沐浴约到了地下室 还是曾经的走廊 如今却是不同的感觉 那时雀跃要开始新的生活了 现在愤怒 她要亲手结束这段生活 沐浴掉耳郎当地走来 一眼就看出了燕妮的心思 想要同归于尽的女人 她遇到过很多次 燕妮就这样站在她的面前 她第一次感受到 自己的强大和力量 虽然沐浴夺走了她 太多美好的东西 可是她夺不走 自己的生命和未来 她更不值得同归于尽 燕妮扔掉了手中的刀 她的生活也彻底与渣男告别 然而 还在执迷不悟的方方 却来找燕妮 询问她知不知道沐浴的下落 燕妮当然知道 她无疑是去物色新的猎物了 可她不知道 该如何让陷入爱情的女人 变得理智冷静 当一个人陷入危险 却不愿意承认时 是任何人都点不行的 就像当年的燕妮一样 几个月后 燕妮偶然经过之前的地下室 她一眼就认出了 大着肚子的女人是方方 她不敢上前说出一切 如果方方和当初的她一样 固执愚昧 只听信沐浴艺人的话 那么 无论多少位女孩站出来作证 她也不会相信 最终 是一位失去孩子的母亲 对着镜头的独白 她不再记恨过去 只想知道那个孩子过得好不好 是不是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生死节 改编于真实的故事 有太多缺爱的女性 深受感情的欺骗 燕妮与沐浴的感情 就如那间地下室一样 破烂 阴暗潮湿 见不得人 童年的经历 让燕妮太需要找一个人依靠了 姥姥与小姨都巴不得她离开 尽管所有人都不看好她考大学 但她知道 这是她逃离压抑生活的唯一途径 可她从未想过 真正幸福的生活只有半天 她毫无预兆地结识了沐浴 燕妮非常清楚 沐浴不可靠 她抛弃妻女和她住在阴暗的地下室 甚至鼓励她放弃学业 生下孩子 可她 就是贪恋一时的温暖 是沐浴让她体验到备爱 被照顾的幸福感 这是她一直梦寐以求的东西 如今得到了 她只能舍得松手 哪怕一刻也要紧紧攥在手中 最终 燕妮解脱了 她成长了 也明白了 希望与未来 永远都不可以寄托在别人身上